出锅了 哎呀 家人们你们看这个骨头酱的好不好 以后再加酱骨头啊 您就像我这样做 既入味又简单 吃起来呀还特别的香 在家呀想要做出入味又好吃的酱骨头啊 它一点也不难 今天去找事啊稍微晚了一点啊 剩了三根棒骨 我全都给买回来了 六块钱一斤 家人们你们看合不合适 带的肉呢还特别的多 然后啊咱们要改一下刀啊 这样呢能更好的入味 必定肉带就多嘛 你不改刀它不入味 顺着滑一下 哎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骨头啊一定要凉水下锅 咱们无论是焯骨头 在家烫任何的肉啊 都是凉水下锅 这样呢血水能排得出来 水开下锅这个肉啊 一下就收缩了 血水呢都包裹住了 然后呢咱们两点花雕酒啊 去一下腥味 开锅啊给它煮个两到三分钟 血沫呢给它清洗干净的 今天呢咱们用油呢熬一个糖色 油呢是没有比例的 但是冰糖啊 家人们一定要注意了 一斤肉啊15克 熬任何的糖色呢 都是这样 放入锅中啊 然后呢咱们将冰糖啊 给它敲碎 油的传热速度啊非常快 熬这个糖色的时候加什么 避免熬糊啊 咱们中小火熬制就可以了 熬制枣红色 冒着绵密的小泡啊 这个糖色就熬好了 镜头拉近 哎 让粉丝呢感受一下啊 看这个火候怎么样 然后加什么技术啊 不要加凉水 一定要加开水 加凉水啊容易崩 今天的骨头啊买的有点多呀 刚才那个锅有点小啊 放不下倒一个锅啊 想吃的家人们评论区给我留言 赶紧来啊 放入大块的葱姜 然后呢来上一楼小香菜 再来一颗芹菜 来上一颗小尖椒 哎 提一下鲜味 香辛料啊就是辅助提香味的 不要放的太多 不知道家人们跟小厨一不一样 放的太多之后呢 感觉啊吃的时候就有股药味 把这个肉香味呢都给压住了 咱们放入这五样就行啊 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还有小灰香 在家做这个酱骨头呢 调口的时候建议大家呢 水味重一点啊 盐 鸡精 然后呢量几个冰糖提一下鲜味 放入一大勺黄豆酱油 然后呢咱们再跟着一勺花椒酒啊 去腥增香解腻 扣上锅盖家人们 一定要小火啊 火大呢汤都靠没了 慢卤一个小时 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颜色呀沾然就上来了 出锅了 哎呀 家人们 你们看这个骨头酱的好不好 以后再加酱骨头啊 您就像我这样做 既入味又简单 吃起来呀还特别的香 其实小厨每天叫家人们做饭呢 啥都不想要 就想要个双鸡 您就帮我点一个 辛苦您了 这盘骨头啊 在饭店是不是得四十八 喜欢的朋友们 跟着小厨动手做起来吧 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 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